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 有着离子件组成的离子化合物 共架件组成的分子物质 及共架网状固体 但除了这些之外 还存在由金属件组成的金属物质 例如我们生活中常常提到的金、银、铜等 都属于金属物质 而金可以说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金属 它有着多种功能 可以被运用在手势液、电子液、航天航空液等 这都归功于它具有良好的物理与化学性质 像是谚宇说的真金不怕火炼 就是指黄金的活性低 不会因为高温而发生变质 并且黄金的高延展性 也使它可以有很多用途 其实有些性质并不只是黄金才有 举例来说 金属物质通常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导热性及延展性 但是金属物质是如何形成的呢? 为什么金属物质会有这些特性呢? 这都和金属原子的结合方式有关 我们先从金属原子的内部开始说起 金属原子的原子核对价电子的吸引力不强 我们以一个价电子的钠原子为例 当大量的金属原子堆叠在一起时 价电子很容易在整个金属当中自由活动 我们把这些移动的价电子称为自由电子 从金属的整体来看 金属是由原子核与内层电子形成的仰离子 以及自由电子所构成 而当数量众多的自由电子在移动时 就好像一片由电子组成的海流 因此被称为电子海 在电子海当中 仰离子与自由电子间的吸引力 就是金属件的由来 大家还记得吗 离子件使阴、阳、离子对积成离子晶体 而金属件则让金属原子对积成金属晶体 这两者的原理都是利用静电引力 使组成的粒子紧密结合 但是不同于离子晶体中无法移动的阴阳离子 组成金属件的吸引力 因为自由电子的移动 而分散在整个晶体内 当受到外力冲击时 金属原子容易朝着受力的方向滑动 但却不会破坏里面的金属间结 因此金属物质具有延展性 至于为什么金属物质会有良好的导电性与导热性呢 让我们来看看正常情况下 金属内自由电子移动的样子 当金属通电时 会在两端施加电场 这些自由电子 就会受到吸引而加快移动速度 因此使金属具有良好的导电性 如果对金属加热 受热的自由电子 因为获得了热能增加而剧烈运动 它们与金属阳离子 进行一系列的碰撞交换能量 也将热量传向其他区域 使金属具有导热性 但是要注意的是 因为加热金属时 高温会使得金属中的阳离子发生震动 因而阻碍自由电子的行径 因此金属的导电度 会随着温度升高而降低 虽然金属具有光泽 且熔点与废点 大部分比分子物质高 不过不同的金属 也会有不同的特性 举例来说 金的延展性最好 银的导电性与导热性最佳 乌的熔点最高 拱的熔点最低 也是唯一在常温下成液态的金属 现在你都知道化学键分为 离子键、共架键、金属键三种 但是这三种化学键在形成的原理上有什么差异呢?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前面学到的东西吧 离子键是由金属原子与非金属原子结合 因结合而产生的阴阳离子之间的吸引力 是键结形成的原因 共架键是由非金属原子之间结合 因为产生共用的架电子 而对两侧的原子核产生吸引力 使键结形成 金属键则是因为金属原子中 自由移动的架电子与阳离子产生吸引力 因而形成键结 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东西吧 当大量的金属原子聚集时 会形成金属中阳离子与自由电子之间 相互吸引的金属结构 两者之间的吸引力 称为金属键 由金属键生成的金属物质 通常具有比分子物质高的溶点、废点 有良好的延展性、导热性和导电性 我们纵观化学键的生成 金属与非金属原子之间 会发生价电子转移 而形成离子化合物 非金属原子之间 会以价电子共用的方式 结合成分子物质或共架网状固体 而大量金属原子聚集时 会形成洋离子与自由电子 相互吸引的金属结构 而这些因为化学键所生成的物质 它们之间有着许多不同的特性差异 正等着大家去认识哦 最后是想一想时间 金是一种贵重的金属 在古代就已经被当作货币 以及饰品的原料 到了现在 黄金的价格更是水涨船高 明明全部的金属有一百多种 黄金为什么会成为这么特别的存在呢 除了在影片中提到的物理性质以外 还有哪些因素影响到它的珍贵性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 下次再见咯